大家好,欢迎大家来到史玛田唱马习组 今天是2021年4月6日,星期二 因为这次比较特别,跑星期四 排位日,变成星期二 依然有一周两次的晨操,营养快线 周中的赛事,我也是找文杰卿帮我手 就是霸了 这次也有突发的东西可以说一下 当然文杰卿有很多,就是他第一手的资讯 开始之前也简单提一提大家 还没订阅我的频道的朋友可以按订阅 再按旁边的小铃铛 如果影片途中有广告的话 也希望大家可以尽量帮帮忙看它 其实也有这次几个话题 可以说一下,比如说 军达星在赛前也有些笑料可以说一下 国能是明天审的 又会问一下文杰卿 那些国能有什么动态 另外今天爆了一件事 就是野田冲击 就是用香港骑士的 其实现在这一刻 日本有几只马都会确定来香港 有些配搭定了,有些未定 全部都要问一下文杰卿最新的情况 尤其是今天那件事 野田冲击很爆 那先问一下国能 明天审的心情会有什么特别 这几天 没有啊,看他正常操马 都很平淡 很平淡 好像准备开拖 开拖 应该准备奏 看他到时怎么说 文杰卿 你这个准备奏 意思是准备 准备什么 其实就是说 为什么要发牌给你 就是在这个情况 就是他那天在研讯室 说过做过的事情 那为什么要发牌给你呢 嗯,刚才我们在咪前也讨论过了 就是现在的成数 我们猜猜一下 有些我听回来 有些一半就说OK 有些都说要看看到时怎么 就是能不能续牌 这个其实真的要到时延迅才试 但是现在他的马就没有后备骑士 是吧 是啊,我今早 我还问马会 为什么没有后备骑士 哈哈哈 就是说如果他有什么事 可以立即更换人 好像那时候 不用好像李建国那样 你那时候就这么狡猾 是吧 那我就说不用 哇,不用 那会不会是 就是这样 如果有后备骑士 好像心理威胁是大一点的 嗯 就是没有后备骑士 就好像是一个正面一点的讯息 对国能来说 但是可能也只是一个处理手法 而你看这个没有后备骑士 是什么意思 很有趣的 真的很难估 因为排位会不用解释很多东西的 比如明天可能见那个报告 就这么说有牌 没有牌 他不会再跟你好像竞赛小组 说你在里面说什么 你做什么 那些 因为他不会这么说的 很快 你看到排位会通常出这些很短的 你不知道他想怎么办 还有 言讯 所有的言讯里面的对话 全部都记录了 全部是有不录的 所以其实国能应该很知道自己 他如何伸展自己的 是 是 可能他觉得没事 或者是他收到封 我不知道 事实上也控制不到的 到时也要看看大董 如何判他 和他说些什么 也要 这个我们留意着明天的 明天应该是廖长江的 如果没有记错 这个也很知心的 这位大董 是啊 因为那天 国能审那天是陈南陆在延信室的 所以他不可以做两样 延信室也是你排位会 也是你 他不可以 明天大概是多少点 10点审 10点审 看看他有多久 可能下午就有结果 那我们就等定了 是啊 是啊 另外就有一个花边 昨天就是君达星爆大冷 那赛前丁冠豪自己就说没有信心 那其实是不是真的这样 好像麦前你都说了一点点 今早 就是我洛晨聪 听到他们还有一些说 他说 就是出报名表 一个骑士都没有索骑这只马 是 那最后他才找到阿波便士去跑 可能真的很意外 那马是近过 他们觉得 但是也肯定是意外的了 179倍 是 那有些人笑话 马主团体拉头马好像死灰 那样 哈哈哈 可能觉得没有那么宽容 是 但是也有奖金 其实也有300万奖金 是啊 是啊 也不算是空保 我相信 也不算是空保 没有人估计这个会收起来 我相信 事实上 只是说现在证明 君达星应该真的爆炭 哈哈哈 你有少少消息 都不会179倍的 是 没错 就是稍微有些人传一下 稍微有些人倒一下 稍微有些人倒一下 是吧 都不会爆炭他 是啊 绝对不会 那接着 现在 今天就最新消息了 那我们去到气浴了 那 日本马呢 其实现在 呂黄杯那一天 即是叫做什么冠军赛马日之旅 那三场一级赛 其实全部来的外队都只是日本的 那你就当是香港对日本一样 一几个场子 应该就没有马拉乳没有意外 文貴兄 之前应该都说过 短途就应该只有一只 野田重击 杯就应该是有四件 还是五件 现在是 杯厅是五只 五只 现在就 首先问文貴兄 杯那里 现在确定了 就是那只 唯独爱里 就是何宅瑶 另外一只确定了 就是这个 茅勇兼备 是松山宏平 文貴兄 是的 是这两只 松山宏平 是怎么都会来的 他应该 因为早一个星期 就是25号前 那个星期 他停赛 其实他在日本 不跑马 所以他索性可能会 早一个星期来 来香港预备 预备 骑马 自己多些时间 香港做准备 虽然他也要隔离 是 好像说他也会拿着坐骑跑 是吧 他想找坐骑 就是想试一下跑道 因为第一次去沙田跑 应该是 他想试一下跑道 所以现在想拿着坐骑跑 要找人 如果这样说试跑道 他纯粹就不用拿实力马 他不是想拿着实力马来香港赢 就是想试跑道 是 是 这个确定了两只 另外那两只 就是有神叶 另外应该还有一只 赢中山纪念 原来真的没有中文名 只有一个译名 会来香港 这几只都全部未定的配搭 就是说是否经理人拖 还是怎么样 刚才你说的情况 他们就是说 譬如说的故事就是 唯独爱你 当日他们的 都是仙迪奇尼 都是仰马团体的 就立刻找那个经理人 就是专门帮鬼脑骑斯接马 就是客串那个 大家知道是谁 现在一个 当时都有两三个 现在一个独大的差不多 就是很多人都是找一个人 找他安排马 找骑斯 那个经理人就提过 潘顿 史卓峰 这些人 但其实潘顿根本有 有时事精彩 史卓峰 他们有提 但是那个经理人说 就要4月 第二个星期二 才复到他们 那其他的马 我听到 都是找这个经理人去安排 都在那等 全部都在那等他 那最后这个 唯独我们的全体 就不等了 他怕到时 可能复到那些人 不是那么满意 就主动 找另外一个人 联络香港的何栽耀 那叫何栽耀 其实是 如果这样听 文杰兄说 其他配搭 要13号才有 下个星期才有 他们是这样说 我知道很有可能 田泰安会有的了 另外那两次 我反而不知道 之前不好意思 文杰兄 这个我真的要问你 因为上个星期五说 焦臣 焦臣说 田泰安会有可能 帅王 跑雷王杯 我从头到尾没有听过 帅王会出 跑这场 可能 还有这样的 我估计 意思是帅王 是未必会跑雷王杯 是吧 是啊 是未必跑 可能他的箭头 因为 呂王杯和皇太后杯 很近时间 而帅王现在的分数 跑皇太后杯 会比较适合一些 就是我们正如这么估计 还有韦达 他也是日本骑过的马 他知道你这些马的实力 一定知道 他不会跟你这么快去砍 没错 很早我听说 不会跑的 但可能他到时跑 可能扔去田泰安不出奇 因为这段时间马会也会 联络那些联马斯 他会跑 跑 嗯嗯 邀请联马斯跑 好像刚才的君达星 可能都会被邀请跑 这个主席短逃长 是啊 可能他也没有想着赢 那时候可能也没有想着跑 但是一赢了 可能都会召跑的 另外有一单 今天就最热的了 现在野田送鸡 本来是莫雅 上一次国际赛 这次也吃过了尋味 因为知道主要对手 竟然是君达星 当家猴王这些 但是今天就确定了 是莫雷拉 是吗 嗯 故事是说 当天 他们那边 就找过莫雷拉和潘顿的 那 谁不知 旺客王是提早 提早 是设计不考的了 知道是不考的 因为缺了货 你也知道 缺了货 那么莫雷拉 那边好像复早了一天 那最后呢 到潘顿 到川河达区 有事了 就不考得了 那潘顿想回答他 已经迟了一天了 所以到最后 都去莫雷拉 是 其实可能是一天 到川河达区 早一天爆肝 又变了潘顿 哈哈哈哈 可能是这样 但是 这个就是说 当地本身是两个本地骑士 最高的两个都有找过 是啊 只不过莫雷拉的身份 就比较可以早些货币出来 就变了他先选了 其实野田重击 如果这样说 两个冠军骑士 他都肯 不是说答应 肯叫做为野田重击 是官网 其实说野田重击 在这群骑士心目中 都有份量 这次呢 也都可以说 或者这么说 这次主席短途 上的马就不太行 是啊 可能是征徽又走出来 然后 会 这些会不会 他没有事 没有过实出来 我想这些又 所以到时候 真的看野田重击 可不可以再赢了 即是机会我看都大 应该都说 他现在用了楼前到后去跑 好像是进步了 他那时候很刻意 有时摆钱 是 是 现在他在日本的短途都可以 上次都 是啊 是啊 我老是放晨官夫 那 最后剩下时间 问问文杰卿 都放的是心水 心水 也是初步 第四场 六号 威星神区 上一场大家看到了 他是试集的时候 经常被你看到的有速度 但是呢 你看回他前一场上名 还有他在外国跑一定是要留住跑一段的 嗯 所以上场 是不是真的流放有些草率了 还是车前到后 那这场虽然有十只马 但是我预期也有快买在前面走的 你看到有和气生财 暖在理心 那些买在前面 他肯留住 找个遮挡 我觉得这场会跑得更好 那可能这一次 你排中外当 还是留下了 那应该会展现回初出那场 就是迟一次上名的后境 那我也挺认同这个威星神区的 最后也简单提提大家 小弟已经有这个会员频道的 Patreon 又可以 YouTube会员也可以 欢迎大家支持 但是如果不想支持 都没所谓 只要影片左上的三个符号 一样 给like 给comment 给share 最后多谢大家 收睇今晚的闪马田财马习作 也麻烦了文杰兄 这次收了很多资料 好的 那我们下条影片再见 谢谢大家 拜拜 拜拜